果科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野生救援工艺大使吴磊 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跟他们聊天 他们会告诉我们很多 他们正在做的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拍摄完广告之后 他们送了我一顶那个帽子 是前段时间 他们组织志愿者去海底下捡垃圾 是用海洋垃圾回收之后做的帽子 然后我就觉得好有意义 就是变成实体了 这是一个就是 把环保从一个虚无的一个状态 直接变成实体 让我直接能摸到触道 大家一起努力 就是真的有在改变这个世界吧 环保在我心中的这个词 越来越有重要的 作为这个星球上的居民 我觉得我们一定是有一定义务 要去保护我们的星球 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自己 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设定 点小目标 如果你觉得你坚持不下去的话 你就要不再看几遍我拍的广告 我骑车的时候 在新疆的时候遇到一次冰雹 然后那次就砸身上挺疼的 然后对身体的负荷还挺大的吧 还有就是坐飞机的时候 你老遇到台风啥的 不老言误吗 也当我们在他实践 冒行啊 不冒行啊 不冒行啊 不冒行今天北京最早 陪电磋燃酒了 太热了 我怕热 我特别怕热了 越来越流汗 越流汗装 越来越滑就要补妆 对于我工作来说很大的影响 那得等你啊 着急就越来越 所以说在现场合照的情绪 也是成年人工作中必要的一环 有时候也会想像拍摄 有时候也会想像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啊 想想身体的状况啊 但实际是一种又轻松又疲惫的状态 新疆骑行 印象最深刻的除了美景以外 就是接收到了很多来自路人的关爱吧 大家都在给我加油 都问我要不要水 在为我补劲的 我觉得很感动 其实是大自然还是严峻的 比如说在乌兰布团露营的时候 那就是零下29度 特别特别冷 零下29度那是会出现危险的一个状况 我们到双手都很像水上那个 金毛都够上了 眨眼都会见 但是可能对人家 明不得亮的经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很难忘 有 这个尤其能感受到 我们国家这几年在保护环境上 做什么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因为我老太重了就要拍戏了 因为以前我们去区境的地方 明明还挺突兀 现在都撞上水了 真的很厉害 横店那一带 然后包括因为我们经常会去 城乡那种地方去拍戏 然后沿路上就感觉小时候 可能都是包子吐子山 现在都感觉不到 哪都是绿的 觉得很厉害 变化就不能很大 长安街吧 那是全国人民最自豪的地方 在那儿了 我每次就很开心 很自豪很骄傲 白天去晚上去都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建议就是 一定要戴头盔 保护你的安全 其他就享受就好了 开心期就好了 早点睡觉算了吗 大家好早点睡觉 你就节约用电了吗 早睡早起 确实一个好生活状态 自己动手打扫卫生算不算 大家都要用电动架子 你也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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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汽油系统 找到自己的汽油系统 加油了 时尚先生们同盟你们好 我是吴莱 你和今天打扫卫生算不算 我给你加上 我推翻 我现在 starts 打扫卫生肶 你也会想起来 你发生责 我的几乎 我更想起来 你配合 我认为 不有颜色 我还须料 买了一辆车 让你准备 使得 它便是 好 理想 你 我自己以后 我很开心一直在想起来 你也开始接触事情了 我觉得自己就很满不复杂了 因为我已经基金回家号码 大家会为我接触到心情了 所以我非常好 在不及我自己的时候 你也发现了什么 在不及我自己的时候 很开心 你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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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现在 不认识是自己这样 不认识是这样 但我现在不认识是这样 不认识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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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种自由帮助 都创造的 都是这样 才不认识是这样 不认识是这样 很较迷得很高 我现在一家西区 是做一个离情 我需要担保持 我觉得再而然 就会说到 会想不到的东西 但这东西具体是什么的 也许是好的 也许是坏的 都是一种 一种说法 但我觉得 永远不要给自己的 出发的旅途 一定要是属于 时间内容 或者目标 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可遗的事情 没人的意义 他好意 可能我刚刚说的 这些就是我的 自己继续自己的走法 不再认识很多事情 其实那讲起结尼亚绿洲是 因为今天正好 看秀的时候去 看官员讲 我觉得 不怕复习 遇见什么 训练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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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吧 也会有一些搭配啊 就比如说有今天比如说 今天比如说 对于我来讲 对于我来讲 有时候吧 也会有一些搭配啊 就比如说有今天比如说 就想干净一点啊 素一点 我就白白黑黑啊 这样子 那时候也会想花一点的 花里胡哨 就像今天一样 红红的啊 也很开心 也可能会象征着骑行的心情吧 骑行日常 因为骑行还是有时候 有专业的服装嘛 比如说 比较紧实的那种衣服啊 头盔啊 骑行裤什么的 跟日常的穿搭 还是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日常肯定就是 我喜欢穿松滑一点的衣服 就比较舒服 那平时自己的穿搭就是 比较休闲吧 我觉得可以非常精准的 找到杰尼亚的一个系列 就是阿奥宝系列 就非常的休闲 然后轻松 然后比较年轻 就是那种风格 就是比较喜欢 就是他穿的里边很舒服 因为他有个特质 我特别喜欢 就是他特别软和 就是有那种羊绒穿 身上就很炸啊 他们家一眼不炸 像我这里面也不用穿 就是没搭 就是很舒服 一点也不炸 很软和 而且他很轻 然后身上就很轻松啊 作为一个大城市 它可能变化 跟儿时的记忆力 就是更繁华了 高楼大厦更多了 但成都在我眼里 其实一直没怎么变 就是依然是那样子的安逸 依然是那样的巴西 就是不会那么快的节奏吧 就很年轻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其实说白了就是环保 我觉得这个环保 一点值得很好 就是我们的 就是杰迪亚的很多材质 都是可持续的 你可以想象你身上的衣服 很油很难 还能变成别的衣服 还能变成一个帽子 还能变成一条裤子 想一想是件很奇妙的很环保的事情 反正在身上也可以每天提醒自己 可持续 而且杰迪亚是一直在坚持做这些事情 然后每天都会看到他们在不同的事 有不同的进步 也很厉害吧 然后也希望可以跟杰迪亚一起 保持这样子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理念吧 那就Triple Stage 这个鞋 就是很百搭 而且它们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 而且它很舒适 就是脚感觉非常好 感觉休闲的那种穿 就是说大佩人同样穿 我们的设计设施加低调视红 各位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 这一套的东西 然后我们一天开街舞台时的路很快 而现在电影非常精彩 这个故事不复的名字 然后完全没有尿点 然后各位演员前面的表演 实在是太太太太伟大 尤其喜欢吴依老师和余克文老师 就是几场对峙的戏 没有一点配乐 只是两个人的表演 非常非常的细腻 有层次 那种对峙的感觉 带入感拉马 真的带入感拉马 然后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如此紧张的节奏里面 还会有一些搞笑的笑点 因为导演真的很厉害 还是很懂年轻人 有趣的点 恭喜导演 也恭喜各位 好 预祝金楼盘时 召唤大马 谢谢大家